自己偷吃 還被抓到 我要說一下我是個奉公說法 並且很專情的好女孩 那是學生時期 就這麼一次而已 就偷吃了 妳這個偷吃是感情的偷吃 不是偷吃 共品的偷吃 那時候是學生時期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跳舞 所以我們就是有 都會有加入一些街舞團體 就會去比賽或幹嘛 那時候加入街舞 那時候加入的團體 就是男生跳舞都很帥 所以就會有很崇拜的男生 就很喜歡他 可是當時我喜歡的那個男生 他其實已經有一個 七年的女朋友 那因為七年很久了 所以就覺得我應該是沒有機會 對 所以我就放棄了 那放棄後 我那時候也是在 同一個街舞圈裡面 就是有跟另外一個男生交往 結果交往沒多久後 我就得知呢 原本喜歡的這個男生 對 機會來了 可是那時候我已經 有交往的對象了 對 就有點音錯揚唱 然後反正後來我就先放下 這件事 結果沒多久 我跟這一個男生 就是有聯絡上了 那聯絡上後 其實我就還是有 妳喜歡他就對了 對 因為你知道 就是內心會有一種覺得 沒關係 就處理 反正還沒結婚 對啊 小時候不會這樣想 就很緊張 因為就是他們那個 我那時候男朋友 他們兩個是認識的 對 所以就是 那比較麻煩 對 我也說不出口說 我現在有對象 因為我還是有點喜歡他 那因為他有約我出去吃飯 就想說 好想答應 就是也還想再見見他 那你就故意不講說 你有男朋友這件事情 對 我其實就有點 不想留下遺憾 然後你有被發現嗎 我就隱瞞了這件事 我就答應了跟他出去吃一次飯 對 那當天的約會 就是我們就吃完飯後 因為我下午還有要打工 那時候打工是在 是在一個商場的四樓 然後當服飾店店店員 可是我當時的男朋友 是在同個商場的一樓 當服飾店店員 所以那一天吃完飯 他本來要送我去工作的地方 我就跟他說沒關係沒關係不用了 因為怕會碰到妳的男朋友 對 我怕會碰到 我就說因為今天老闆娘會在 所以不方便有朋友來 就是來探班什麼的 我說我們下次再約 然後就他就離開了 離開後我就乖乖去上班了 那上班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樓男朋友 那天他就是上來找我聊個天 然後聊天的時候 我就會整理東西 然後突然間我頭抬起來的時候 剛剛就是約會那個離開的男生 就從門口中了進來 他兩個人就碰上了 他兩個之間碰上了 就愛新歡 在一起 我嚇到不行 因為我頓時雨色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也說不出口說 這是我現在的男朋友 因為他是抱著我 還是單身的狀況 他怎麼辦 就當作妳不認識他們 然後我那時候男朋友 因為兩個認識 就說妳怎麼會在這邊 然後就過去勾 勾那個我的約會對象 然後就說我們很久不見 然後就是拉著套到外面 要去聊天這樣 然後我當時就覺得 天啊 我坐立難安 因為我不知道出去後 那個男生會不會跟他說 我跟他是去約會的狀況 只是吃飯應該還好吧 還是背叛 因為他有 這是背叛嗎 說是吃飯 因為他有坐立難講 他有男朋友 他們如果只要對照說 妳是來看這個女孩 然後妳來看我女朋友 蛤 妳女朋友 他跟我出去吃飯 這樣子 那他就是惡人了 我覺得妳如果真的喜歡 他 妳真的無法選擇 妳也可以跟他們直接說 妳可能兩個妳要選一下 可是小時候就是會選不出來 沒有 小時候沒有辦法選 沒有辦法選 真的沒有那麼理智 太小了 學生時代 這個就是對 學生時代有一段遺憾 來 換我 被爸爸當場抓到 我看彩虹筆道 請慧你一直不會看彩虹筆道 你幾歲的時候 一般只有男生會幹的事情 對 你知道台灣那時候有三寶嗎 對 彩虹 新影 新東寶嗎 對 三大 對 攝錦網站 對 攝錦電視台 對 然後我先講一下 我爸爸從小到大 從來沒有打過我跟罵過我 從來沒有 這麼好 從來沒有 然後這一次就是 我爸爸非常地生氣 你幾歲抓到 我那時候民國77年 我大概八 九歲的時候 對 等於小學三 四年級 三 四年級 然後那時候因為小時候 就完全沒有就是 直接可以看得到 對 以前就是必須得要鎖馬起來 那我爸爸 所以好奇 所以好奇 哪個少年不濕 我們有解碼的眼鏡 當時其實就會對性這個東西 就覺得說 好像很好奇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那一天 因為我爸媽幾乎都是在家的 那一天我就 其實我那一陣子 我有偷看到我爸爸看彩虹頻道 所以我就偷偷地把彩虹頻道的 那個數字記了下來 就剛好那一天我爸媽晚上 要去打保齡球 然後打了保齡球 他們前腳踏出去之後 我就YES 然後我就 開了電視 終於 一盔一盔 抓到 神秘的心愛是罪 然後就打開了 而且我跟你講 我雖然八 九歲 但是我非常地聰明 怎麼聰明呢 因為當時如果 爸媽突然回來的話 我還可以把那個 例如說你現在看彩虹頻道 但是你按一個鍵 你就會把它設定成 另外一個卡通頻道 沒有 就返回 就是返回 我那時候還模擬了幾次 然後就OK 然後我就真的就是繼續看這樣 然後看一看 我爸媽就回來了 趕快立馬把電視轉換 然後就立刻到我的床上睡 結果過不久 我爸就突然非常生氣地說 你叫 跟我媽媽說 你叫張藝慧起來 媽媽就趕快把我叫起來 然後叫起來 他就 我爸就很生氣說 你怎麼可以看這個 你怎麼可以看這個 我把你什麼刺到那麼大 你又在看 後一張 就是意思是說 你怎麼可以看這個 然後就說 我真的是沒有把你教好什麼的 然後我爸那時候超生氣 他直接 我記得半夜也是半夜 他就把我們家的木頭椅子拿起來 然後整個摔在地上 然後我爸怎麼趕出去 我爸沒有打我 就一邊哭 然後我就說 爸爸對不起 我以後不敢了 這樣子 他怎麼發現 你不是有轉回卡 從頻道嗎 你要轉回去 他太緊張了 他太慘張了 他沒有講而已 他把他關機了 然後電視機真的打開高 打開就是成功 我就應該為了我有轉 但我就想說 沒有按成功 然後你就關機 對 我幫你按一下 來 OK 這一個來 重破圍牆 這好厲害 仗勢逃逸 這是拍攝作片吧 重破圍牆 這好厲害 仗勢逃逸 這是拍攝作片 對 什麼事 好 這個厲害 你怎麼事情這麼多 哪有 還好 又看A片 又什麼重破圍牆 A是因為小時候 這個是在幾年前 因為我老公非常喜歡車 他愛車如命 那時候我剛好是在新竹 我都會去唱舞台 有時候會唱舞台 然後很晚回到台北 因為我住天母 剛好我老公有那台車是 他沒有租車位 所以我們必須每一天都找車位 那一天我唱完舞台 我就回到台北 然後我就大概凌晨兩 三點 我就找車位 因為我就開進了天母的 一個小路裡面 然後我想說 這邊裡面沒有車位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打鼓好了 那我打鼓之後 因為我覺得可能太累了 我就不小心 我要往前開 但我不小心把D檔大聲R檔 然後我就踩了 然後我就踩還滿大力的 本來以為要往前就 對 就往後就 砰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有送到東西 有KING KING KING的聲音 但我想說應該沒事 所以我就想說時間也很晚了 我就直接把車開走開回家 那因為我還沒有跟我老公結婚 所以我公婆沒有跟我們住在一起 那時候那天剛好隔天的兩點多 我公公來家裡 他上去 他就說 齊慧 那個一樓怎麼有警衛說有 然後我就說 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警察要找你 對 然後我就跟我公公下去 然後我就說 警察先生 你好 然後警察看到我就說 你是張小姐嗎 我說對 你好 我想說是不是要跟我要簽名 什麼的 結果沒有 他就說 請問一下你昨天是不是 半夜的時候你有撞到東西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心裡想說 好像有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有 怎麼了嗎 他就說 那你有確認你在哪裡撞到嗎 我說 好像就在我們家附近的樣子 他說 那你知道你撞到什麼嗎 我說 我撞到什麼 他就說 然後跟鄰居旁邊的車的保險桿 他保險桿整個掉下去 那滿嚴重的 你竟然會沒感覺 對 因為我想說應該還好 然後我想說 奇怪 怎麼會 警察會找到我的朋友 那怎麼會知道是你 對 然後 你知道是誰看到嗎 誰看到 所以他就說 有一住在二樓的一個阿姨 她半夜在敷面膜在窗邊 她記下了你的車牌號碼 然後我就直接找到你的車牌號碼 那等於肇事逃逸 對 不是醫生 那個警察說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沒有去 就是馬上處理 這樣子對方是可以告你 肇事逃逸的 對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阿伯 阿伯就說 沒關係 你的車應該沒受傷了 我就說沒受傷了 一點點而已這樣 然後我之後就賠了那個阿伯的 圍牆費 然後跟保險桿的錢 他這樣大概多少 我記得大概八千多塊而已 還好 他比他3千6還多 對 還多一點 然後因為我老公 我老公很愛車 然後我老公有發現說 我後面我的車 有被撞凹一個小洞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怎麼會這樣子 裝傻就對了 假裝 不知道怎麼這樣子 應該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要去買一個車位 然後因為那個車停在外面 我覺得難免真的會 磕磕碰碰這樣 然後我老公是到最後 跟我求婚的時候 我公公之後 隔幾年才把這件事告訴我老公 所以我老公被瞞著 了解 不然差一點結不了婚 對啊 很神奇 真的壞事不能做 因為多半都會出事 對 不過Anyway就是這樣 舒嬅說得好 就是平日不做虧心事 夜半 終生到客船 夜半我媽只會敲門 對 一招被蛇咬 出出問題 對 OK 壞事還是不要做得比較好 來 Together for Ever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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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